来啦 干嘛呀 干嘛 你干嘛从这里过呀 哎呀 我干嘛不能从这里过啊 要从这里过可以 还钱 哎呀 还钱就从这里过 哎呀 这修车条路的时候 我也赚钱了 知道吗 你赚钱 你还好意思说 你赚钱 你没看到那个光庸榜吗 最多的就是我 哎呀 你要不要点脸呢 我怎么不要脸 你知道你当年 捐款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吗 哎呀 你别管我那钱怎么来的 反正光庸榜啊 我是第一名 还还收二地货捐 五万块 有三万是我们家了 你借我老爸了 我现在有两万是我们家的 我告诉你啊 对呀 我们现在老爸都不在了 你看看这个路都快要走烂玩具了 你没听说吗 人死在笑 不在了 你还说什么 啊 那我家的没有死啊 你为什么不还呢 那你家的等我有钱了 要不就等他那个 等你啊 你说这种话啊 你是诅咒我 我爸是吧 我 我 你听我说你说 亲爱的 究竟怎么回事啊 处理那么久没有处理好啊 他欠我钱没还钱 哎呦 我没欠你的 我欠你老爸而已 在什么 我不管 反正我爸的就是我的 在什么欠钱 那你们也要等我们大喜的意思 过了先嘛 今天我跟我老公大喜的意思 你们两个女人来在这里 好像有点不道德吧 不道德的是你这个老公 哎呀 不等今天的话 我们平时都找不找他人 电话电话不接 那个信息信息不回 正宗的老赖啊 借人家的钱 哎呦 你可真会为自己博民生啊 为了修这条路 他借了他们家三万 借了我们家两万块钱 哎呦 他就拿这些钱来捐出来 哎呦 你可真会想啊 民生你得到了 钱就是我们帮你出 哎呀 那时候我没钱嘛 现在反正路都修好了 就当是你们捐的了 意思是 那为什么光荣板上写的不是我们家的名字啊 为什么写你二队的名字啊 那你找村长问了 我怎么知道 哎呀 那当初捐钱的时候就是我捐的嘛 我不管啊 反正在我眼里啊 你就是个老赖 你欠我们家两万块钱没还到现在 你当时没有那么多钱 你不要捐那么大吗 哎呀 本来是从你们家那里修的 不用花那么多钱啊 你认你们家那个一抹沙发地都不够啊 就几厘的地 你还说不不捐出去 可是呀 你可以捐钱 你大把钱 就是从这里要了花了多少钱啊 那我我不是说捐钱就捐了五万吗 你看谁都没我捐得多 想当年呢 三万块 你可以 你知道我可以办多大的事吗 本来我们家那点钱是建房子的 就是因为你说啊 说几天了 就还了一头头了 快十年了 你都没还 哎呦 我现在总正请你来了 原来啊 当年修路的时候啊 你要不出钱 谁说我不出钱 你当年啊 你不出地 哎 那个钱啊 还是向他们借的 可是啊 光荣榜写的你的名字 那么现在人家借你还钱的 你都没有还 那我印领了一捐五万肯定捐我的 你捐了五万 我不管你 反正在我这里的话 你是借了我们家两万块钱 我只认这一笔 我也不管光荣榜上写的谁的名字 反正我有欠条 我的欠条上面就是你二弟 借我欠我们家两万块钱 你要还钱 还钱 什么 哎呀 人家都说修路啊 是造福死云的 那你自己用你的能力去造福啊 凭什么借我们的钱去造福啊 对啊 谁的钱不是一样嘛 路修好了 就大家走嘛 行了行了 亲爱的 既然炒下去也不是个桃 但是这样吧 你打电话 借你们的村长出来 叫他帮出来处理一下 要不然的话 那个急死马上就要过了 行行行 我叫村长出来 没能力 你就不要做什么善事 别说那么多 打肿脸充胖子 喂村长 你过来一下 那小猫 还有小方 死不要脸了 拦路啊 我结婚了 居然在路中间拦路 赶紧过来一趟 处理他嘛 啊 所以不要脸了 你才不要脸了 是你们不要脸在这里拦路 做老奈你还有脸了 大家守着 什么老奈 毕竟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 抬刀不见低头借了嘛 那倒是还钱呢 干嘛呢 犯了什么事了 他借我们交钱 我要让他还钱给我 借钱呢 捐钱就件次行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看他借了我们的钱 断年了没还 今天就是趁着他结婚的日子 我们叫他还钱 不还也可以 也算是我们认栽 我们也当是我们圈的 我们也认了 可是呢 这个路不给他走 要走他走回那边 荒了屋的地方 我就说嘛 今天竟然推了一个倒车来接亲 哎呦 你还说是浪漫 原来是村里面的人 都不要你找这条路 他们后面还跟我借钱 说借钱给他结婚 哎呀 我是傻子 我才会再借钱给他呢 他有车 现在有钱买了小汽车了 就没钱还我们呢 还准备说去城里买房了 哎呀 你这个人是什么思想啊 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欠 欠人家的钱你就应该还嘛 再说那么久了 啊 人家想找你还 都 你就躲起来 哎呀 村长一马归一马 欠钱的时候可以明天再来 我们的及时啊 可不等不到明天 问题是啊 人家找你 你 你都躲起来了 啊 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的 那我忙嘛 亲爱的啊 刚就这样吧 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好好跟他们表个菜 好好跟他们道个歉 然后啊 我们明天啊 就把那个钱还给他们 哦 对对对 我明天还给你们啊 那你先跟人家道个歉啊 狗屁 哎呀 这么多年我跟小芳 上他家的门上了多少次了 每次我们一到门口啊 他马上就把门关起来了 你以为他是没钱吗 他是有钱 他是不想还给我们 哎呀 俗话的说啊 借钱时候见人心 还钱的时候见原品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啊 当年人家肯把那个钱借给你 证明啊 人家啊 是很认合你这个人的原品 你现在怎么一点原品数字都没有啊 竟然在你们村落到鲁屎臭的名声 哎呀 我我明天还 村长你做这样啊 明天都找不找你的人啊 你在我们村已经没有信誉度可言了 你看你今天大喜的日子啊 我们村 有人去喝你的喜酒吗 你这有什么事情啊 难道我不清楚吗 啊 你就是啊 那时候打着是捐钱修路的名义啊 向别人借钱 用别人的钱来来捐 写的确实你的名字这些钱呢 你是不想还的 要不然的话也不用不至于拖到现在 那路确确实是出钱修好了嘛 你抽的是我们的钱哎呀 你花我们的钱去给你买这个好名声 你是啊 打中的充胖子 没有那么多钱你你捐那么多干嘛 我不管呢 反正我爸现在还病倒在床上了 我急等着用钱就给我爸一只呢 你还钱给我啊 我们家房子房子都还没建呢 我家我哥啊 哎女朋友都找不到呢 今天你就把钱还上了 那那些十几二十万的彩礼呢 哎 村长啊 我是真没钱了 我要结婚呢 那没钱你结什么婚呢啊 哎 进人家的钱难道不用还吗 我每天都是每次都是这样 我这个老婆还是骗了呢 你给我上来 你给我上来 太不地道了 你这个人不是骗我说 你要给二十万彩礼我债吗 啊 竟然还是骗我了 原来啊你是没有钱 是你这个人啊 你还想白白娶我这个老婆啊 总是想空手套牌 然后他真的是 今天啊又不是啊 他们几个人出来闹我 我都不知道啊 原来啊你是那么的不地道啊 真难 哎呀今天啊 说是我验套你了 像你这种人啊 活该打光关一拍子 这个活着老娘不给了 你听错了 我不管啊 反正我今天我就让你还钱 要钱没有 要命一天 你要就拿去 哎呀 你没想结婚 你这一次我们来拿你生 你看这种人做老奈 做得这么理直气壮 别理他别理他了 他不给是吧 你们就去法院几宿呢 几宿就几宿 我又没有执行财产 我怕你啊 哎呀 这能说起老奈来了啊 我跟你说啊 出去啊 除了外面你别跟别人说是我们村的 丢了 我还不希望呢 我结婚你们居然难路 接主呢 我欺账我的幸福 你们够了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口口声声说 说没钱啊 你别让我逮到你啊 以后啊 你走到哪里 我又追到哪里 我又追到整个世界都知道你 就想那样想继承是你吗 我知道哪样是你的 我去拆车罗 咒咒咒咒 怎么是 这世界人家人 你拆去 你有数折的 去赔几宿他就可以了 你就等着相处吧 你什么寸子啊 真的是 可能我混都解不成啊 要你有什么用 嘿